好 謝謝 秋冬就是要賞風和玩雪 達人私藏景點大公開 來 我有喔 妳有 我馬上就要飛到瑞士玩學了 好高級喔 羨慕耶 瑞士耶 瑞士我早就去過了 瑞士這個地方 你睜開眼睛就像畫眼王 好像往哪裡一站 就是站在畫裡面 真的 我去過瑞士 我有去過瑞士的邊邊而已 我上次介紹過 對 我上次介紹 而且那個警官列車非常的漂亮 他要去 我就是要去世凱推薦我的 今天要介紹就是跟季節有關 誰 秋冬必去 秋冬必去 如果妳錯誤的話 等明年 對 剛剛老師有講到瑞士 瑞士美得像浮畫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少女 除了要去美得像浮畫 還有童話故事的美景在這裡面 就是德國 德國你進去的 現在第一個點 就是有關國王的國王湖 因為秋天的時候 除了看到山頭上 綠綠還有黃黃的楓葉之外 湖水也非常的清澈 然後你可以在旁邊搭船 搭船之後你可以看到 國王湖它最有名 就是因為它的湖水是呈現 碧綠色的 而且它是清澈透明的 看得到底的就非常乾淨 這個景點你一定要去 然後再來你要看一下 他們的山邊 你看看 這山邊全部都是綠樹跟封邊 我剛講到剛好國王對不對 我們要有童話故事浪漫的感覺 所以你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這個黃黃的是舊天鵝堡在這裡 這是舊天鵝堡 對 然後當然舊天鵝堡的旁邊 另一個山頭就是這個 星天鵝堡 就是我們大家說 所有全世界城堡最浪漫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秋天有不一樣的景色 有這個楓葉的黃色在這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哥德 還有馬克圖恩他們都讚頌過 這個地方超美的地方 就叫做海德堡 這個海德堡這是它的老橋 然後你要進去之前 你會先看到這個猴子 這猴子它有拿著一個銅片對不對 他們說你要去摸這個銅片 代表招財 你會財源滾滾來 所以摸完它之後 你就會進到這個橋墩的入口 這個老橋的入口 這兩個白塔 他們說以前是拿來關犯人的 犯人都關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進到他們的城市裡面 往上走 就會看到海德堡它本人 它本人真的沒有像星天鵝堡 舊天鵝堡這樣那麼美麗 因為它其實已經是一個廢墟了 但是為什麼要去這海德堡 是因為你從這邊往下看 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美景 對 可以看到有老橋 然後內卡河也在這裡 所有的城市美景 隨便拍都美麗 然後它旁邊還有這個院子一樣 秋天會有這個封面 你可以坐在這邊耍浪漫 是滿事的 對 然後德國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你秋天必訓 因為過了秋天就再也沒有了 要等到明年了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很有名的 班鳩小鎮 你會以為這黃黃的封面 NO 它是葡萄果樹 它只有在秋天的時候會黃黃的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紀念碑 這紀念碑呢 空姐 除了跟這紀念碑拍照之外 你要往旁邊看 肉搜 老婆車子剛好 旁邊看 你看葡萄果樹 然後後面這盒就是萊茵殼 對不對 超美的 就是葡萄果樹跟萊茵殼的美景 全部都淨收在眼底 當然秋天會有一點冷對不對 因為有葡萄果樹 旁邊就會有一些酒廠 酒廠的入口也會超美的 就整個很浪漫 最後來酒叫喝一點酒 讓你秋冬暖暖味 讓你的德國型非常的溫暖 對 又浪漫又溫暖 好漂亮 是 很美 德國老師也 妳有機會也可以去繞過去 我還沒去過 但是我前陣子有一個朋友 一對夫婦才去 也說德國很好玩 可是他們說德國東西很難吃 在歐洲來講的話 老實說就是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這個比較好吃一點 其他的地方 老師妳還是有心理準備就好了 德國也是 德國瑞士也是 瑞士還好 對 因為瑞士的起司鍋 非常的好吃 一定要吃 對 像我每一次去 我還會去買他的那個 立樂包一樣 帶回來自己在家裡面吃 而且是巧克力 對 是巧克力 又便宜又好吃 實際上我的 我先生那個球友 是從瑞士玩回來 說東西吃不慣 可能他們年紀比較大一點 東西吃不慣 然後就去飯店的大廳 點了一碗類似 泡麵 拉麵 就很簡單的醬油拉麵 800多塊 瑞士的麵包非常的好吃 它的早餐 而且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蜂蜜 跟起司在那邊 你早上當時那個麵包 配那個起司跟蜂蜜 超好吃的 苦的是施葬 這種每天要白米飯的人 對 從軍人施加 明明吃了兩斤麵包 還是覺得沒飯 我要帶一鍋花生米去 老師 你們現在參加的 這些團體 因為他們都很能了解 台灣的一個市場跟狀況 他們都會安排 大概會有一兩餐的 這個亞洲餐 而且 對 都是選過的 都還不錯 總藥油 對 剛剛這個瑞如介紹的是 少女最愛去的 對 其實現在是 少女今年是必去的 這個要介紹就不一樣 果然明年有可能變婦女 這個就是今年最紅的 這個韓劇叫做鬼怪 一講到鬼怪的時候 大家都說鬼怪的第一個場景 出現的是什麼場景 就是這一個場景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在加拿大的 魁北克首開的這個地方 對 魁北克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不單是世界文化遺常 而且它有400年的一個歷史 你一去到那邊 有沒有看到 隨便拍 這就是那個鬼怪的第一個 一出來的那個畫面 就是在這邊 所以我說今年以前沒這麼夯 因為鬼怪的關係 這邊變得非常的夯 而且它最有名的就是 它的秋天太漂亮了 有沒有 整個顏色搭配來 就像是個童話故事一樣 這是隨便拍的 這是隨便拍的 而且這些是我們拍的 就是手機或者是相機 那種小相機 隨便一拿起來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畫面 在這邊 它厲害的地方就在這邊 但是我要特別介紹給大家 因為這裡是芳提娜的 這一家飯店 是當地的地標 非常有名 連那個斯林提娜 因為他是魁北克人 你知道他回家鄉的 第一場演唱會 他都要在這邊開 然後他的房價滿貴的 一般來講一個晚上 小小一間大概要一萬五千塊台幣 但是 而且還站著睡 這麼小 這麼小 因為它是歷史有名 但是最主要的是 它從每年的10月25號以後 它降到只剩下五千塊台幣 對 所以這時候你去玩的時候 好便宜 對 就是一個卡一個淡季 所以這時候 我們今天看我們的節目 就已經知道 少三分之二的有可能 少三分之二 對 差別非常多 而且它冬天也非常漂亮 不過它是個藝術小城 所以你去到任何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小香苦蘭 它就是什麼 那個鬼怪的時候 不是他們在一個像台階一樣 上面在談話對不對 它就是那個下面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所以你要買任何的東西都棒 而且它是法語區 所以很多的 Santanar 對 Santanar Santanar 其他之選 Santanar 對 這是美國 在它的下面一點 是嗎 對 這是加拿大 這是加拿大 所以你會陸陸續續 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一邊的街頭藝人 非常的好 當然最重要就是這一個 鬼怪的那個什麼 那一家聖誕老公公專賣店 它不是在裡面拍嗎 它就在這一邊 所以去到這邊的話 你可以圓一圓 你到了這個場景的一個美景 重點是在哪裡 它的秋天太漂亮了 隨便 你看吧 它的楓葉跟我們一般看到的 這個亞洲楓葉不一樣 它比較像是什麼波斯地毯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 什麼租車子去 就在它的周邊 有沒有看到 你看你開車 你都會覺得說 這個不能夠太專心 實在是太漂亮的一些 對 然後你到它外面 它這個是Santanar的峽谷 很漂亮 而且接下來的冬天 也非常的美 它冬天就變成了另外一種 這個童話世界的一種感覺在那裡 而且它有很多冬季限定的活動 這是阿拉斯加的那個犬 在那邊可以拉那個纜車在那邊 我們可以坐嗎 可以坐 而且還可以去滑雪 它也曾經是冬季奧運的一個 舉辦的一個場所 然後到了晚上以後 有沒有看到非常的浪漫 隨便拍都好看 那是誰 路人 路人 因為這個畫面太漂亮了 可能是聖誕老公公的後代 你隨便看你就覺得 你知道嗎 你就想拍起來回家 就像是明信片一樣 但是我要在這邊特別介紹 因為這個地方它有很多好吃的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特別 那時候我去吃的時候 我嚇了一跳 它竟然叫做它的發音翻譯起來 聽起來好像叫布丁 可是這個地方到處都有賣 而且是當地的特色 所以一定要吃 它長得是這個樣子的薯條 對 它是薯條 很有趣的是 它是薯條 上面撒了那個起司 而且還加了肉醬在裡面 而且到處真的是到處 可是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 他是加拿大人 是不是 真的 你去加拿大 魁北克一定要吃 魁加拿大人 我還在這裡唸書好了 是熱的還是吃冷的 熱的 你是Vancourer嗎 對 Vancourer 你很流血 這個是東岸這一邊 但是很多人都會特地 跑到這邊來吃 這是白白的什麼 它是起司 對 它可以變化很多種 變化道有沒有看到 他們甚至連漢堡都有 而且有沒有 它甚至最近最流行的是 因為韓劇很流行 它做的Quimchi 就把泡菜給它放在上面了 所以有沒有 甚至連披薩都有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有機會要去這個地方 叫魁北克 你可以感受到我們鬼怪的 任何拍攝的場景 冬天漂亮 吃的也很有特色 對啊 黃河翔 上次你講阿聯酋 後來有造成你困擾嗎 反應非常轟動 對 但因為時間真的很近 同業是不是打電話幹狗 沒有啦 客人物很多 大家都很有興趣 只是因為說真的時間很近 所以到最後有些客人就沒有訂到 時間沒有辦法安排得上這樣子 對 你講的都是訂不到的 老師突破吧 點線有用啊 他就是講那種 可能只要一個位置 幾百個要搶一個的那種 我會被碰到 老師 你那個節目講的 結果我們上去打打打 都訂不到啊 因為那太吸引人了 因為他都太 因為太近了 所以我這次要講比較遠的 現在是要直接鎖定11月 這樣就是對的了 不要說下禮拜 這樣大家壓力太大了 11月 壓力太大了 現在還來得及 現在真的來得及 而且11月是旅行社的淡季 所以價錢殺得很低 是亞洲旅行的淡季嗎 對 是亞洲旅行的淡季 所以基本上旅行社 這都是11月份業績最差 所以價格是最低的 11月 對 因為它卡到10月份是 10月所謂的 在大陸來講 它是它的黃金業績 對 在日本來講也是很重要 接下來是12月 是外國人的這個 聖誕節的一件 它是醞釀12月 對 所以中間剛好是一個 空窗期的一個淡季 所以11月最平 百貨也是 對不對 11月也是要醞釀到12月 對 它要一直等到那個時間點 對 所以它會出一些價錢 我這次講的是 美溪 因為這個 對 其實現在美溪 美溪 因為我講過 我已經飛到別的地方去 不好意思 不確定 你要確定 沒有 沒有 很確定 美溪 美溪 西沙 狗屍 你是不是亂的 西沙 最近的美溪真的很便宜 最近真的很便宜 然後我們現在有挑一支 真的是CP值最高的 跟大家 節目上跟大家介紹 我們首先先看到 去美溪 第一個要去什麼地方 也是這個文化路徑 非常厲害的地方 叫環球影場 為什麼要去這個地方 因為環球影業算是 世界前幾大的影業 真的 然後因為它地方真的太大 它的電影基本上70% 都是用他們自己 樂園裡面的場景來拍的 所以你坐它遊園列車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把整個 好萊塢整個頂尖的幾個名片 後製過程全部都看不出來 所以那種感覺是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現在看到這一個是什麼 車子什麼 對 車子 阿嬤咧 環命關頭 環命系列 對 然後它這邊就會顯示說 它是怎麼樣拍它的飛車特技 你在遊園列車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而且它有拍下午場 是講中文來介紹的 所以完全沒有語言障礙 然後接下來現在最熱門 是金剛的骷髏島 這是它的宣傳海報 好久沒去 它有更新 對 它真的 它會更新的 我還在回到未來那個時候 那個很久了 好久很久了 多虧客新 對 像沒有 像有一些新的東西 像這個的話就是進去之後 恐龍 然後大金剛 就在你的眼前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它在打鬥的時候 你的車也是會晃的 所以它只有 對 臨場感非常足 然後常常到個地方 常常都天風低裂 然後冒火爆炸之類的 像這個地方感覺就是一個 747的災後現場 對 那就是湯姆克魯斯那時候 在拍世界大戰的時候 一個場景 它真的就是1比1的 一個747墜毀的一個場景 就是長得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滿有特別的感覺 然後除了環球影城之外 金剛的那個嗎 外星人嗎 還是什麼 這個是大峽谷 我們現在就回到現場 對 回到現場 回到現場 環球影城 好強 我本來想順著它 剛剛有現場 你知道金剛第一幕的時候 對 就是那個出來的 金剛從後面這樣子 好 大峽谷 對 還有去大峽谷 你開了 美西最重要是還要去國家公園 基本上還有去兩個國家公園 一個叫做大峽谷 另外一個叫做優勝美帝 好美喔 然後如果你11月份去的時候 正好是優勝美帝 也可以看到楓葉的時候 然後正好它也是 我們現在美國很便宜的時候 所以它是丟席 會說話的河谷就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晚上的話 我們就是到了拉斯維加斯座 看秀 對 拉斯維加斯座晚上可以看秀 基本上這個秀算自費 一般來講我們會推薦就是說 在太陽劇團 在拉斯維加斯有兩個劇 很重要一定要看一個叫K 一個叫O O K K是什麼 K A K 卡 卡 人家都唸卡 卡 對 K A咧 他就很不熟 他在米高梅非常的有名 K A 對 米高梅非常有名 然後他主要就是用吹 他的舞台就是有會傾斜的 他是用 他等於是 你在看那個劇的時候 可以看到俯視的角度 因為舞台一直在變化 而且他那個打戰的時候 他有一個城板 會整個慢慢的傾斜上來 一直拉到槌子 你看所有的人 一直慢慢慢慢站起來這樣 對 非常這樣子的感覺 對 它雖然是滿值得推薦看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這個行程進去的話 它是舊金山進 然後洛杉磯出 舊金山的話會安排除了 就是會安排那個金門灣的遊船 會經過一個地方 後面看起來好像是個小島對不對 其實不是 它是一個叫惡魔島的地方 就是以前美國最兇惡的囚犯 都是關在這裡 監獄 對 就是絕地任務 對 就是在那惡魔島 惡魔島 就是 史恩康納來 對 那個場景 Honor Siege 對不對 是不是 Hard Rock吧 Hard Rock Hard Rock 就是在那個惡魔島的 惡魔島 所以他整個景點 然後再來就是 舊金山也是大英雄天團 那個卡通的場景 所以小朋友好像白 對 背面 就是起伏伏的那個 那個絲橋 還有基門大橋這樣 對 就是在那 對 所以這個整個展現 非常的棒 然後我現在 我為什麼要挑這個行 這個行程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這個航班做的是 那個華航的A350 最新的客機 它的經濟艙號稱算是 最舒適的之一 就是說因為它的椅背是比較薄的 所以變成說它坐起來是比較寬敞 前面的話膝蓋的地方空間更大 所以等於是它有研究過說 好像比較容易入睡的比率 超過50% 所以然後它的螢幕 也比一般的螢幕大10% 就是大很多 差很多 所以你看你同樣坐12個小時的 一個飛機來講 如果你選這個航班的話 是不是就舒服 真的 對 那像這樣的一般機票的話 大概多少錢 大概就要接近3萬 因為像我們這種是 這個行程是舊金山進洛杉磯出 基本上這樣的一張機票 大概我訂起來 大概都在3萬多左右 但是這個團費在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多少錢 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對 是不是要去 你只是付 含睡 含睡 其實秋天去的CP值是最高 因為那時候是他們的淡季 然後又沒有下雪 所以你自駕的話 其實是非常方便 再來你要去這個地方 就是火山湖口 就是上帝的眼淚 你看那個藍有多藍 然後旁邊就有這個間歇的噴泉 它大概10到15分鐘 會天然的噴出來 但是這個噴泉是熱的 所以要小心 然後你可以去這個 很大的黃金瀑布 是冰島紀念最大的斷層瀑布 基本上這樣的一張機票 大概我訂起來 大概都在3萬多左右 但是這個團費在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4萬3千8百個 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對 是不是要去 你只是吃 含睡 含睡 它沒有含ESTA 但是它有含睡 所以4萬3千8百個含睡 好便宜 是不是很划算 對 好划算 因為有點誇張 因為它Vegas那個太陽機場的秀 就要100塊 有那是自費的 但是它有兩大國家公園 然後環球影城 然後又走 拿著回家 1913跟洛杉磯三個城市 走9天 很便宜 所以算是很划算的 很划算 所以推薦給大家 當然我有看過有3萬多塊的美西團 可是這個東西它就是比較 質感比較好 所以我就推這一個 因為住起來舒服 然後甚至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說 如果參加美西團的話 你可以再加點價 因為一般旅行社 如果再加個1萬多塊的話 可以做豪金艙 豪華經濟艙 豪金艙就豪華經濟艙 你看它看起來像商務艙 它就是介在於經濟艙 跟商務艙中間的一個艙 然後它有自己的獨立 相對比較大的空間 然後它上的餐也都是擺盤的 它是磁盤 它不是一個那種 就是航空餐那種小小的碟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要 甚至要舒服或老人家的話 可以直接幫它加價做豪金艙 因為今天是要來這個 我們要來爆料 要來講一些這個私房景點 可是它會說 日本還有私房景點嗎對不對 因為台灣人對日本實在太熟悉了 所以我這一次去了日本 找我的在地的朋友 找了一個東西 這個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連日本人都嚇了一跳 首先我們要去的這個地方是 台灣人最愛的叫做大阪 為什麼要去大阪呢 很簡單 因為交通不複雜 大家都知道你去東京或是幹嘛的話 但是換車子你會換到頭座 而且換那個搬行李 這那麼愛的東西 你整個旅程你都會 性質會被打壞掉 所以建議大家去什麼 去大阪 為什麼呢 以大阪為一個中心點 你要到這個京都 或是你要到這個奈良的話 都很方便 然後我的做法就是 我去到那一邊去 我會去買這個叫做關西周遊卡 它有兩天跟三天的 所以它像我們的悠遊卡一樣 但是它的好處是它不用計 它就是無限的使用 你去哪裡都可以花 它是一天一天計算 所以雖然是兩天卡 可是我第一天用 我第三天再用都可以 所以非常的方便在這邊 另外一點就是搭這個車子 這個是我個人的喜好 因為從我們的機場下來以後 可以搭這種特殊造型 這個叫關空站式的一個車子 來到這邊要介紹大家的就是 剛剛說過的這個 第一次在台灣的媒體 跟大家公開的 這個真的是超級的私房景點 這個叫做大阪的歷史路邊攤 因為一般人來講的話 對 都沒有吃過 也不知道 很少看到日本有路邊攤 而且它是下午3點到晚上8點 就只有這段時間在賣而已 最有趣它真的就在一條馬路上面 到了馬路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說 這個馬路上面 它把它集結起來 它那個桌子是什麼 就一般我們的推車 它這樣推一推以後 然後上面加個板子 就變成站著的 你的一個座位在那邊 而且它的漁貨是 每天下午3點到 今天有什麼漁貨 它就寫上來告訴你說 我今天賣些什麼 所以只有付 它已經開了20年了 連大阪人都不見得知道 因為只要你 除非你是住在這個 金板電車的金橋站 這附近的人 他才知道 年輕人下了班以後對不對 就去那邊去吃一下 我告訴你 人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划算 重點在這邊 而且這老闆多有趣 他只有一個人 他一個人要服務很多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你要耐心等 為什麼 你可能點這個東西 20分鐘以後再來 你知道 但是沒關係 因為東西太好吃 而且這老闆超好玩的 我去到那邊 他看到我要拍他的時候 他還會跟我擺夜的一個姿勢 在這邊 而且你看到沒有 它的份量 有沒有 它現場來的 我們吃的這個鮪魚 還有這個扇貝 還有有沒有 這個汙泥跟這個 對 整個滿出來 我們六個人去吃 你猜猜看 一村的人 對 一村 一村 整個村莊 一村 你知道嗎 所有人站在那邊就這樣吃 而且我們六個人 我們六個人 就是我大阪的朋友帶我們去 我們六個人 而且喝了很多的酒 在那邊站著吃 你知道嗎 整個結算下來 剛好是一碗拉麵的價錢 真的 紅豆的 真的非常的便宜 所以建議大家 這個是第一次公開 在這邊 就在大阪這個地方 接下來剛剛說 因為那個卡很方便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這個行李不好拉 你就住在大阪 然後幹嘛 我們到奈良去古都 因為古都 秋天非常漂亮 它的秋天 跟一般我們看到 紅色的秋天不一樣 因為這個古都最有名的是 它是神路所居住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秋天是什麼 黃色的銀杏 有沒有 美良的公園正哥 你就看到那些野生的路 在那一邊 非常的漂亮在那邊 而且這邊有個重點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去到那邊吃 因為它畢竟離開了大都市這邊 所以它的價格比較划算的一些 像這一家店 它在賣的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鰻魚 一般鰻魚是有進行限定 它是全年你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非常的划算 此外你再搭到哪裡 到京都去賞 紅色的 到京都去賞 紅色的鰻魚 紅色的鰻魚 好熱喔 京都去我們世界遺產的平等院 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它的楓葉超美的 而且你去到那邊 到了京都以後你就要幹嘛 這件事情就要跟大家講說 去幹嘛 要喝個我們的抹茶 現場可以感受一下 但是我這次又發現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私人的一個玩法 他們做了一個叫做 你知道食物模型的一個遊戲 你可以在那邊 自己去做食物模型 這本食物模型不是很有名嗎 我去那邊坐了一下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把它帶了回來 聽過你知道嗎 我做了一個食物的模型 然後整個帶回來以後 好美喔 好美喔 我自己做的 就是剛剛 對 你剛剛看到我自己 像不像真的 像不像真的 它就一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 老師你可以摸 什麼材質 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對不對 現場就對了 超厲害的 以前只有看到這個 在餐廳在賣對不對 它就告訴你說 它有好幾種東西 你要做哪一種 一個小時就可以做得出來 一個小時就可以 對 然後可以自己組合 這是我自己組合出來的 一個東西 超有趣 所以推薦大家 而且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對 非常喜歡 而且很方便 就在基督塔 這個也是自己擠出來 就是你看 就是這個是我在先自己擠的 我覺得這個好必趣 對 它是冷卻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變硬的 它是油紙 不是 它是像樹紙一樣的東西 然後上面散插的油亮油亮 所以你再擠起來之後 它就變這樣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它所有的材料在這邊 然後這樣 它可以做各式各樣的食物 這好玩 你從來都沒有想到 就是好棒 對 很有趣的 而且跟別人不一樣 對 很方便 就在京都塔裡面而已 超方便的 京都塔 日本 日本 有便宜的嗎 是你熟的吧 對 這個我熟 所以我要講一下 其實剛剛凱哥講的這個事情 就是京都賞豐 大概均價錢大概多少錢 我會叫Yumi 因為你聽說你剛剛報名的一團 對 因為我11月我報賞豐 我是大概 妳跟誰去 我嗎 那可得多無聊 好可愛 親子的 對 妳去嗎 妳不去嗎 我帶孩子 小寶寶 妳逃過一劫 好啊 好故意的 我是大概4萬出 太貴了 4萬出 這個是基本價 真的嗎 4萬出 4萬出是對的 這個價錢是對的 對... 妳來一個不對的 我講一下好了 對 如果要像我來報的話 我會用大阪的話 我是用飛航來做的話 大概可以把成本賺到3萬5 這麼便宜 對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不到3萬 這麼便宜 對 不到3萬 沒有最便宜 只有更便宜 曲光甫發瘋啦 我要講一個鬼怪的 有一個很便宜的地方叫做韓國 我會去南伊島小法國村賞豐 然後會吃當地最好吃的烤肉 那價錢也是萬元有找 它最便宜的價錢 萬元有找 對 它比我上次講的那個 它要更低了 這次的價格到 這麼便宜 對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不到3萬 這麼便宜 對 不到3萬 然後我們要賞豐 我們不是在掌豐的前段或後段 我是在正中段 去看最盛開的地方 所以有兩種走法 但是它必須要有一些 就是它會跟一般正統的走法不一樣 所以要跟大家先講一下 第一個走法就是 今年賞豐來講 價錢最低可以看到豐葉的 除了我們東北關係之外 再來就是栗山 就是名古屋進出的桑豐 它其實真的是可以看到豐葉的 而且今年它的價錢是真的很低的 真的 另外來講的話 因為它的海拔是從高到低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現在 抱11月的團的話 你看到豐葉還是很OK的 對 價錢是很低的很低的 我先看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到了一個栗山最下面的話 它有一個楓葉叫做梅雨坪的地方 它楓葉大概長成這樣子 好美 就滿漂亮的 其實算OK的 就是完全椰子三人線在長 如果說我在往上面 我就坐纜車上去 到比較高海拔的地方的話 叫我在士堂的地方 就等於基本上在栗山的高點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湖 基本上它上面就是已經在落雪了 為什麼 因為它11月份的時候 黑布栗山已經有下初雪了 它11月底的時候就封山了 就開始飄大雪 它就封山了 所以你在11月底之前 11月初選這個時間點去是最棒的 然後接下來你看完一圈 你再下來之後到了 好美 這是黑布峽谷 好漂亮 這真的滿漂亮的 再往下的話 你看上面是沒有看到楓葉 就是看到雪 下面是看到楓葉 所以它是有層次感 如果說你在11月中旬 才抱到這個團的話 可能稍微楓葉會稍微枯黃一點 但是它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還是很漂亮 對 還是很漂亮 所以等於是你雪跟楓葉 我也是一次把它看完的 好 你剛剛安慰我的人的感覺嗎 萬一游客去那邊不是這回事 你剛剛安慰他們嗎 不是 我要先講 要不要看有時候老師會覺得 好像落差太大了 還是要把它講得實在一點 對... 然後另外來講 像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像河掌村這樣的地方 很值得去河掌村 對 它這個時間點 也是一個賞風的季節 11月初 所以非常的漂亮 我是另外再岔過來講 如果說像一般來講 這種行程會去的地方叫上高地 上高地 沒關係 妳可以慢慢查沒有關係 為什麼不是你查給我們 有高度 沒有 妳可以慢慢查 沒有 沒關係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就說 如果說妳要去的地方叫上高地 那一般的地方叫做上高地 上高地的話就是說 因為它11月10幾號就已經封山了 所以如果妳有去 妳今天有正好去到這個地方 妳會發現 如果早上去走上高地的話 妳會發現太陽沒有照到的地方的話 它會結霜 是冬天的感覺 風山的原因是因為會 上去會冷死 會冷死 所以它不是每個行程都有去 那如果一個行程剛好有去到的話 那就是趕快早點去 那在日出的時候 大概7點半的時候 太陽有照射到的地方 它的霜會溶解掉 看起來是秋天的場景 是風黃的場景 照太陽是沒有陰暗的部分的時候 它有結霜 是冬天的場景 就看到一線之隔 一邊是秋天 一邊是冬天的那個奇景 對 那個就是 好特別的時候 那不是泛泛的歌 對啊 我跟他講一首歌 對... 馬上放泛泛的歌 然後像這些京都的 知名賞風景點 清水寺 好 京閣寺 好 我這樣看 對 算滿漂亮的 京閣寺算漂亮的 其實到處都是 因為京都根本就賞風明所 這照片是明信片的照片嗎 這偷來的吧 這個 這張 沒有... 這張是我手機拍的 這手機拍的 真的手機拍的 比你遺忘的照片不一樣 你賣盆啊 真的 這真的手機拍的 這真的手機拍的 所以這真的手機拍的 你手機是哪一種 你花幾次都拍那種 都偷拍女生的 我最近有換手機了 對 然後我發現發現 現在的手機真的是 畫素真的很不錯 而且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出國其實都很忙 用單眼拍 其實單眼相機拍的照片 永遠都不會用 所以我現在都是用手機在拍 像我不大會擅長自拍的人 那有常常會點不到那個點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她這樣子的話 就是比如說我拍韋如好 她說我只要這樣夾一下 夾哪裡 兩... 夾哪裡 就是她的腰圍 韋如妳剛剛夾的夾嗎 我說這樣夾她就會拍了 人夾還是誰夾 就是 是 就像女生夾男生 腳夾一下 我們就是夾她的腰 夾手機是不是 對... 我們就是像女孩子 不是 妳剛剛以為是 不然人要夾一下 沒有... 有些女生不是很喜歡 夾男生的腰嗎 誰啦 什麼 慢點 沒有 我自己夾了 她講的夾 剛剛大家還不清楚 她是說兩隻手這樣 兩隻手 夾手機 夾一下她的手機的腰部 就用這兩隻手 對 按一下對不對 對 你看 真的 從鳴谷屋近 我們走鳴谷屋京都 然後一四這樣繞一圈回來 賞風的話那更便宜 28,900含水 這麼便宜 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說 如果是這樣子繞的話 它的車程會比較遠 就是會比得說 你感覺起來 你在走金板繩的行程 可是你會感覺你的坐車的感覺 像是在走北海道 因為它的車程距離 拉車拉比較遠 對 它單程來講 點對點可能兩個小時 對 會稍微遠一點 但是其實是值得的 對 便宜很多 它介紹得很好 更美 對 好 真正達人師場的來 士凱來 好 來 因為有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時間很有限 對 時間很有限的話就是 能夠最快的速度 達到想要的東西 我推薦大家 除了日本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最愛的 這個叫做泰國 泰國就是什麼 邁閒 對 而且邁閒要推薦的是 老師的最愛 因為是師匠的最愛 這文華東方 文華東方酒店 非常的高級 超高級 而且超美的對不對 而且半個世紀了吧 對 而且它很有歷史味 它的整個質感非常好 而且大家都要去什麼 吃下午茶 是不是 它下午茶非常好 可是我這次去 我發現它的下午茶 跟以前的下午茶不太一樣了 因為我這次帶我的家人去 就是我的子女還有我大嫂去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一次吃的這個的下午茶 是泰式的下午茶 以往吃的是西式的一個下午茶 可是他們現在 把泰國的皇家的甜點 放到裡面去 所以你整個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它的文創就做的 剛剛黑人哥有在講對不對 他們把這個文化包在裡面 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出來的時候 它竟然是什麼 好像我們的便當盒 它把它燒成慈器一樣 三層式的 然後拿出來 就是一個泰國的文化 然後放在那邊 質感非常的好 所以你吃起來這邊享受的 不單單今天可以享受的是什麼 西式 英式的下午茶 明天就來個泰式的下午茶 所以不會覺得無聊 更重要的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它到了晚上以後 一定要到它的大廳 這個是免費的 因為每天晚上它的大廳 有一個什麼 小型的交響樂團在那邊演出 所以你就坐在它的大廳 整個享受它的氛圍 你可以在那邊聽一 二十分鐘 你會覺得很有那種質感在那邊 不單單是這樣 剛剛是老師跟師匠的最愛 對不對 現在是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我們 現在已經是國際巨星了 它就是泰國知名的 瑪莉歐 對 瑪莉歐 泰國的偶像 他曾經接受了很多的雜誌採訪的時候 他說他最喜歡泰國的SPA SPA是哪一家 就是這一家 它叫做Divana Neutral 然後這一家有沒有看到 我去的時候我就覺得很訝異 他們現在也是把整個的泰國的SPA 已經做到已經不像是 以前我們看到就是一般居家式的 或者是一般我們看起來 好像是泰式按摩而已 對 它的質感非常的好 你一進去了以後 你可以花兩 三個小時 甚至還有一天的套餐 你可以在那邊做什麼 做塑身 做養 就是養生的這一種哲學在那邊 而且我去做的時候 非常訝異的是 他先幫我溫攪 他把那個鹽巴 然後把它弄熱了以後 幫你溫攪 溫攪再幫你去攪質 所以它的細節做得非常好 而且重點是 他們家的產品很棒 有機會的話 去那邊買他們家的產品 你在現場買不到 在機場 免稅店 也都可以買得到 非常的有趣 我個人我們這一次去的時候 這是我子女發現 她覺得她最棒 她最喜歡的就是 現在泰國曼谷 有很多的天台餐廳 Sky Bar裡面 對 這一家叫做Sky on 20 因為現在很多的Sky Bar 已經太有名 太多人了 可是這一家 它剛好在巷子裡面 所以非常的幽靜 重點是 它的東西超好吃的 因為我們家子女 她是米其林一星的廚師 在新加坡的 所以她對吃的東西 非常的挑剔 她去到那邊 她就會跟我講說 叔叔 這家的東西 真的比起來 我當時晚餐我在這邊吃 欣賞夜景就好 而且重點我剛剛說的 有沒有看到 它的整個夜晚的夜景是這樣 因為它在巷子裡面 而且是去年才開的 人沒有那麼多 然後再來 它就在Novatel 對 在Novatel這邊 在20巷裡面 又去 瑞士回來直接去 我也是 圓旅 因為每一年都去日本 我今年不准去日本 應該去泰國走走 因為老師也很喜歡去泰國 對 去曼谷玩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對 很有趣 而且它每三個月 就有一些新的東西在 有 另外他們去逛夜市 我就來這裡 你就可以去那邊走一走 Novatel 對 而且很方便 知道你會幽閉 這個不會 這是開放式的空間 而且重點 重點是它沒有那麼多的光客 它都是在地的文青去的 對 所以你看到它的氛圍 有沒有看到 它外面 這個沒有Dress code 火氣年輕人在那裡 那是什麼 蓮花 對 那個蓮花的上面 Sharco那一邊 Sharco那一邊它必須要有Dress code 而且它不准拍照 這一家隨便你拍 有沒有 隨便看到的景色 就是這麼的一個漂亮 而且重點是 就這個了 人 觀光客不會很多 所以老師可以很自在的 享受夜晚在那邊 他大明星才怕 我都自在 我只能說我去那 應該也會被騷擾 很有可能 哪一樣太多人 被男生騷擾 對 通殺 阿童 好 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去這個地方 很特別 也是秋天去的CP值是最高 因為那時候是他們的淡季 然後又沒有下雪 所以你自駕的話其實非常方便 這地方就是冰島 你看秋天的冰島 它就是除了可以看到雪之外 旁邊的草其實就是黃黃的 就是有另一個風格的感覺 然後你就可以自駕 因為這時候路還沒有雪 所以開車其實也很方便 然後重點是你還可以看到 冰島羊 在路邊就看到羊 然後還有人在騎馬 就是東還是出現的情況之下 然後再來你要去這個地方 就是火山湖口 就是上臂的眼淚 你看那個藍有多藍 然後旁邊就有這個間歇的噴泉 它大概10到15分鐘 會天然的噴出來 但是這個噴泉是熱的 所以要小心 然後你可以去這個 很大的黃金瀑布 是冰島紀念最大的斷層瀑布 然後冰島還有非常多的瀑布 除了這個之外 我跟你講每個瀑布都美到翻掉 你看 超美的 它會拍到彩虹在這旁邊 這邊會有彩虹 因為那個水噴下來會有一點彩虹 然後這也是像仙境一樣 又是另一個瀑布 就基本上你自駕的話 真的是路邊隨隨便便的瀑布 都超美的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 也是可以值得去看 這是一個美軍軍機 它是1973年墜毀在這海灘的 然後一直放到現在大概40年 它就是一個文化歷史 然後去這個地方 它2016年已經封起來了 但是你要進去的話 就要自己走路 要走45分鐘 所以人就相對的很少 所以你要有耐心走進去的話 其實拍照的話就不會有什麼人 然後再來你可以近距離 看到這個冰河有沒有 冰塊就在你眼前多麼美麗 然後這邊也是 前面這個石頭 他們會把石頭堆起來代表祈福 然後一樣旁邊都是冰河 你看這冰塊超美麗的 超美的冰塊在每一個都超級美 像仙境一樣 然後再來你住宿的部分 你可以住這種小木屋 因為這個小木屋到了晚上 特別是在9月這個時候 極光最豐富的時候 你看看 晚上隨隨便便 就有極光可以欣賞 你看極光大爆發 就是你自己住的地方 你可以挑選那種 可以看得到極光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超美的 你可以住個兩三個晚上 運氣好的話 基本上在9月10月都看得到 接下來有一個不推不行的 超低價 必須要低 必須要低是不是 光復 你要負責喔 講話要負責喔 來 光復兄 你該不會剛才已經講完了那一趴 你承認沒關係 沒有... 好 我先講一下 基本上剛剛凱哥有講一個 一個鬼怪非常便宜的地方 對 很貴的地方叫做魁北克 對 我要講一個鬼怪地方很便宜的地方 叫做韓國 11月份的韓國對不對 是賞銀杏的季節 然後韓國的部分的話 就是他也會走鬼怪的景點 就在德壽的工具那邊 另外來講這個行程 他會去南伊島小法國村賞豐 然後會吃當地最好吃的烤肉 價錢也是萬元有找 它最便宜的價錢 萬元有找 對 它比我上次講的那個 還要更低了 這一次的價格到8988 這麼低 8988 找你嗎 對 他這個名額真的是不多 你為什麼不承認 就是我不回答 找我 是找你嗎 Yes Sir Yes Sir Yes Sir 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是說到做到 對 8988 8988 幾月 好便宜 11月 我每次都被人家聞說 你們節目講的那個是真的假的 但如果8988額滿的話 它還會有另外一個價錢 叫9888 那也很好 還是很便宜 還是很便宜 好便宜 名額大概是很便宜 名額會有限 9888的話名額比較多 8988 一個人 人數 就兩團 就兩團 對 好 好